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就让我们来听第一部新片的介绍 《Love Reset》 三十日 正列知性与外貌兼具 散天生窝囊 那拉的才华让她拥有令人称线的工作 散天生冒失 就在两人获得三十天的离婚熟利期后离开法院时 却发生意外导致他们失去记忆 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部新片是一部韩国电影 Vaola觉得她的剧情听起来非常有趣 电影是由朝鲜花美男的导演南大中指导的 山茶花开始的江河纳还有黄魂的亭爪文饰演 而且他们是继二十行不行之后回为八年二度合作 刚刚在介绍当中听到这对夫妻他们重获自由 回到单身市场只剩三十天 应该说只剩吗 因为这应该是护贞事务所给他们的一个 有点像试用期的东西吗 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反悔的话还OK这样 可是没想到他们才一离开法院 他们的记忆就跟他们的爱情一样灰飞烟灭 但是听起来其实不见得是坏事 Vaola觉得这个节奏就是要告诉我们 他们会在彼此忘记对方的情况下 再次爱上对方 虽然说故事的确是在他们结婚之后 发现彼此的个性真的很不合 但我觉得失去记忆搞不好人的个性也会变啊 或者是他们在重新这次的相处之后 会有一些改变 有可能就消除了他们之前会遇到的问题等等 毕竟他们当时也是非常戏剧性的邂逅 然后相遇 谈的恋爱就像电影一样 就是到结婚之后 因为受不了彼此的个性才选择离婚的 所以我觉得在离开法院之后发生意外 我不知道他们发生什么意外 但是要是什么出车祸之类的 那真的超级八点档的 但其实很多韩片跟韩剧都很八点档 那台湾人就一边骂我们本土的八点档 可是自己又很爱看韩剧 所以像30日这部电影这种口味 大家应该还会蛮喜欢的吧 那因为Viola就是猜他们失去记忆之后 会再次爱上对方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切合今天的主题 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你是不是会做同样的选择呢 虽然说相处之后你说哦我不爱了 可是让你再走一次 你是不是还是会同样的爱上对方 感觉应该是一部非常温馨又有趣的韩国电影 喜欢的朋友不妨参考看看哦 接下来的这部芯片是一部纪录片 先让我们来听他的介绍 Nuclear Now 新核能时代 地壳中的又蕴藏极大能量 随着社会向核能过渡并远离化石燃料 一场恐吓公众的长期公关活动已烟展开 部分资金来自美汉和石油利益集团 加上三厘岛 车诺比 福岛三大事故的发生 更加深人类对核能的隐积 若人类不法在2050年达到净零汉牌 地球将遭受严重破坏 这个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对我们想想解决的问题是很简单的 什么是最好的选择呢 今天要介绍的第二部芯片是一部永和的纪录片 法尔拉在这个议题上算是立场中立 然后偏反核一点 但是为什么说偏反核一点呢 是因为核废料真的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可以的话我当然也希望不要使用核能 因为不只核废料的问题 就是核能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发展其他的绿能 就是只能使用化石燃料的话 那或许我们真的也只能趋向核能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困难的大灾问 而这部纪录片新核能时代的导演Oliver Stone 他是以影史从未看过的方式 深入法国啊俄罗斯还有美国的核工业 探索国际社会现在在如何克服气候变天的挑战 透过核能实现光明未来的可能 对他来讲一切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因为科学在20世纪中叶的时候释放核能这个可能性 美国也领导核能发电做了很多努力 可是就刚刚在介绍当中 我听到一场恐吓公众的长期公关活动 他说什么意思 基本上就是煤炭公司跟石油公司 他们一直告诉大家说核能很恐怖很危险 然后核废料的污染也很严重这样子 这场运动主要就是要散布无害低阶辐射的恐惧 但我觉得还算蛮合理的 因为就算我们说这个是无害的低阶辐射 可是它还是有辐射啊 所以很多人还是会感到害怕的 不过这部纪录片的立场认为这场运动混淆核武跟核能的界限 呃 maybe 但是从这些介绍我们就可以听得出来 这部纪录片的立场非常的明显 他或许在电影当中有进行平衡报道啦 但是VALLA现在看起来他是非常的永和的 而且因为他还讲说 现实是几个礼拜内死于没看的人远比单一核事故来得多 或许是真的 但是单一核事故要是比较严重 或者是在人口密集的地方的话 那肯定是会比煤炭所造成的死伤还要严重许多 所以不管我们对核能的立场是什么 或许我们在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都可以思考一下 假设我们是当年的美国 或者是我们是决策者 再重来一次的话 我们到底会不会迈向核能的世界呢 接下来电影TOP-007L的两部作品 也会让大家思考同样的问题 而在此之前先带大家回顾一下上个礼拜的前三名 第三名是The Marvels 惊奇队长2 第二名有两部 Five Nights at Freddy's 佛莱迪餐馆之午夜惊魂 还有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 花月杀手 第一名则是Taylor Swift The Eros Tour 泰勒斯时代巡回演唱会 这个礼拜有不少新片上榜 我们待会要聊的都是之前还没有讨论过的作品哦 先来听第七到第四名吧 Top 6 车顶上的悬天上帝 Be with me 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 花月杀手 Money flows freely here now I do love that money, sir Top 5 Prysilla 普瑞希拉 为什么我女儿呢? Sara,我以为你很有趣的女儿 Top 4 Five Nights at Freddy's 佛莱迪餐馆之午夜惊魂 是的 安全保障 这礼拜的第七到第四名当中只有一部新片 所以想当然我们就是要聊 车顶上的悬天上帝 光听片名应该就猜得出来这是一部国片 而且最近正值金马银展的时期 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这部作品了 很多人很期待她的原因是因为她的卡斯 包括女主角林依晨 男主角由宰宰跟阮金天分别饰演 另外张孝泉也有演出哦 不过最让Viola感动的是在查资料的时候 我找到一些导演的话 导演说记忆跟思念是她拍这部电影的创作全员 因为玄天上帝是她阿公的信仰 哦先讲一下这部电影完全是剧情片 他不是说导演的个人经历改编的什么 不是只是说他过去跟阿公的这个连结 促成他发想这部电影的故事 因为对他们家来讲 玄天上帝不只代表安定的力量 也牵引家人对阿公的思念 还是一尊供奉在家族已经六代的神明哦 所以她把阿公看过的年代啊 那个时代的样貌放在这部电影当中 算是对阿公的一种致敬吧 也是一种怀念 她希望透过阿公历经的台湾百年历史更迭 还有人世沧桑 还有阿公看见的生命价值啊 生活态度带给观众感动 然后进而能够让大家找回自己的力量 Valla在看剧情简介的时候觉得 里面应该也还有不少恋爱的互动 毕竟林依晨饰演的女主角 因为爸爸重病返回嘉义的家乡之后 追求她的两位男士就跟着跑到她的家乡去 所以应该也会有一些偶像剧的感觉 不过与此同时我们还是看得到很多 台湾比较草根性然后富有历史的故事 今天要聊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新上榜的电影 赶快来听听看前三名是哪三部作品吧 Top 3 The Hunger Games The Ballade of Songbirds and Snakes 饥饿游戏 明鸟与游蛇之歌 Top 2 Taylor Swift The Eros Tour 泰勒姬 时代学会也唱会 This has been the most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of mine Top 1 The Marvels 惊奇队长2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哇 虽然不是漫威最棒的作品之一 但是恭喜惊奇队长2登上冠军宝座 Vaola真的很想要继续聊 可是这个礼拜有新上榜的饥饿游戏前传 当然要来聊一下咯 首先卡斯的部分因为是前传嘛 所以是以前的故事 当然不能再找之前三部曲的主角来演 外界都会说是白雪公主接棒 Jennifer Lawrence 虽然说是由新一代的真人版白雪公主 接棒Jennifer Lawrence 来主演最新的饥饿游戏 但是其实是饰演老祖宗的意思啦 因为好像是在事件发生前10年吗 还是30年 其实我有点忘记了 毕竟那个President Snow 他在后面我们系列看到 他年纪应该也是蛮大的 但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Rachel Zagler现年才20岁哦 她是实力跟人气兼具的演员 除了刚刚提到未来的迪士尼白雪公主之外 她前阵子 诶算前阵子吗 拍摄的时候应该是去年吧 在《杀战2众神之怒》里面也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大家如果有看那部电影的话 应该就会看到长得非常漂亮的Rachel Zagler 而且她才20岁而已哦 就参与大咖都想要碰的超级英雄电影 回到电影本身 虽然说VALA当时听到要拍饥饿游戏前传 其实我比较想要知道 为什么会有饥饿游戏这个制度 当然我们在系列电影的时候都听过 就是他们说要安抚群众啊 避免暴动等等 可是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是哪个奇葩 先想出这个方式的 但是这个前传其实并不是要告诉观众 饥饿游戏的制度是怎么建立的 这部前传它其实也是已经有这个制度 但是主要也是要带大家见证 President Snow 史诺总统的沉默之路 因为我们在后来的系列作品当中 看到他其实是非常心狠手辣 而且也因为饥饿游戏的设定 当年电影跟小说推出之后 就启发很多吃鸡类型的游戏 可能很多人到现在还有在玩 跟之前着重在游戏的过程不太一样 这一集的前传是揭露President Snow 他过去其实是饥饿游戏的导师 然后他指导其中一个贡品参加饥饿游戏的过程 而且这个贡品刚好也就是来自跟Catness一样的第12区 也就是资源最缺乏的那一区 然后也让大家看到一开始的饥饿游戏 其实更考验人性也更残酷的游戏内容 但我觉得之后也是很残酷 还可以怎样更残酷 这就要由大家自己亲自到电影院去一探究竟咯 今天跟大家聊了四部 不管是重新来过你是否会做一样的决定 或者是像前传电影呢 回到过去去了解某些人当初为什么会做出某个决定 甚至是回到家乡跟家人有更深刻的连结的国片 都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想想 如果是你的话你又会做出怎么样的决定呢 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节目 下礼拜同一时间记得回来影迷尖叫屋哦 我是Viola 我们下礼拜见咯 拜拜